今天呢,分享一下茄子超级好吃的做法 不用炒,不用炸 清淡少油不腻,多吃呢也不怕胖 在过年的餐桌上也特别受欢迎 首先呢,准备两根茄子,清洗干净 再开水上锅,大火蒸15分钟 趁着蒸茄子的时候呢,切一把蒜末 再切两根小米椒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蒸鱼豉油 一勺香醋 一勺辣椒油 再加半勺小末香油 然后加入小半勺盐 小半勺糖 搅拌均匀,我们的料汁就调好了 茄子蒸到可以用筷子,冲通插头即可 蒸熟之后呢,取出稍微冷却一下 冷却至不烫熟 然后去头去尾,切成两半 再戴上手套,撕成条状 这样直接蒸整个的茄子呢 蒸出来营养不流失 口感也更加好 再搭上调好的料汁 一盘非常美味的首次茄子就做好了 如果天比较冷,茄子又凉了 我们还可以把这一盘茄子放入热锅中 稍微翻炒几秒 这样热乎乎的,吃起来也非常非常的美味 又是另外一番滋味 简单营养,开油又下饭 而且呢,天难少油,多吃也不怕胖 过年的餐桌上,真的超级受欢迎 喜欢的话就试一下吧